拿着姚林标语走上街头 这应该是时尚阵容最华丽的罢工行动 从好莱坞一线男星到小咖演员通通站出来 因为好莱坞演员工会宣布 从周五开始正式展开罢工 16万名演员不工作 这代表绝大多数观众熟悉的影星电影不拍了 年代所有宣传活动都喊咖 包括暑假要上档的几部电影 像荷家观赏的芭比 还有诺兰指导的芯片奥本海默 伦敦首映现场演员都响应罢工提早离场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街头 演艺工作按下暂停键 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串流媒体新奇包括演员片酬 待遇的保障 还有AI的发展对演员工作的冲击 通通搬上台面 演员工会和串流平台等影视制作公司 谈了四个礼拜还是破局 好莱坞停摆 现在也冲击美国经济 不过同属影视产业 这位流行天后开演唱会的消息一出 等于帮美国甩掉经济阴霾 美国歌手泰勒斯宣布展开 时代巡回演唱会 在全美17周 世界五大周举办131场 商机有多可观 根据统计 可为美国带来46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1714元的消费支出 超过35个国家的年度GDP产值 用歌声跟舞步 让粉丝甘愿掏钱买单 从门票到周边观光 像泰勒斯这样的演唱会经济 牵动着美国大环境 确实从联准会最近公布的 贺皮书显示 美国近期经济活络不少 再来看几项关键数据 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从五月的百分之四 降到百分之三 核心CPI也从五月的百分之五点三 跌到百分之四点八 双双低于预期 显示联准会打通膨 有进展 专家分析 这波美国经济不受 升息影响 任性强的超乎众人意料 看起来有软着陆的态势 也可能暗示FED升息剧本 可能快到尾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